看到吗 这个是叶鸭组队滚轮压 也就是说 叼着单节桶体 单节桶体放到叶鸭组队滚轮压上 然后呢 就一节一节 结成像这样长的一个桶体 像这样长 结好了之后 然后呢 再进行典故 然后内环缝焊结 内环缝焊结完了之后 外边碳污气泡青根 青根完了之后 就是用这个悬壁焊 外环缝焊跌 然后如果说 这一节组队完了 它开走了 开走完了之后呢 一压组队滚轮压是不动的 它不带行走轮 看到吗 再上一套滚轮压 盘放到这个位置 再开一节 也就是再组队一节 再开走 这是整条的物流线 整条的物流线 整条的焊跌生产线 这就是我设计的 就是伯塔设计的 整条的物流生产线 然后 接完了之后 是走这个门出去 每一条生产线 都有个门 门出去了之后呢 是一个转运车 转运车 再转运道 通过转运车 转运道 这边 通过转运车 转运到这边 看到那个转运车 没 看到这个转运车 没 通过转运车 转运到这边 然后呢 这边又起重机 起重机叼住 直接按照顺序 起重机叼住 然后通过 叼到什么位置 叼到我们这个 转运车上 我们这个100吨的 这个这个平板车 运输车 然后叼到这个平板车上之后 然后这个运输车 运输到喷砂工位 运输到喷砂工位 然后你看到吗 我们的喷砂滚车架 在这等着的 我们的喷砂滚车架 在这等着的 这边用航车 用航车 从这个转运车上 然后把这个工件 叼下来 放到我们的喷砂滚车架上 进喷砂房喷砂 进喷砂房喷砂 我刚才给大家 已经 已经看了 进喷砂房喷砂 进完喷砂房 进行内抛和外抛 就是喷砂 抛得很亮 然后进喷漆房 用泊塔的滚车架 看到吗 全部是泊塔的滚车架 然后进 这是喷砂房 喷砂完了之后 你看到吗 喷漆 喷漆完了之后 这个出去 存放 那边还有个农民迪奥装车 看到吗 这是喷完漆的 喷砂房和喷漆房 喷砂房和喷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